又吃麵哦 說實話這兩天吃麵是不是吃的有點夠了 這兩天來到成都 除了跟朋友吃了一頓飯過後 其餘的時間基本上都在吃麵 不是什麼塑膠麵呀 就是這邊的淡淡麵呀 甜水麵呀 反正把這邊麵基本上吃了個麵 今天不一樣 今天我要帶洋桌去吃成都最貴的麵 鮮魚麵 在離開成都之前 必須把這碗麵盤到肚子裡面 你是這邊的創始人是吧 你才曉得 因為我在其他地方看過的 我們專門從達州過來吃你這碗麵 看看嘛 這就是所有的品種 最貴的麵一百一 那你吃一個山魚丸嘛 最便宜三十 要不然我吃個七十塊一碗的嘛 可以 你都貴 沒什麼常識的 一個松茸燒雞一個山魚麵嘛 不辣的不辣的 坐在外面湯椅上面這個就是創始人 可能除了這個蟹黃麵 嗯 就是他們家的麵可能在價格上面是 幾乎可以說是成都最貴的 這是我僅吃於 那個松茸的全牛麵之外吃的最貴的麵 你看老爺現在退休了喝喝茶了 我希望你以後的麵館也能達到這種經濟 你看到沒有它實際上只有十塊麵 其實松茸燉雞的話我覺得一會兒吃 你吃? 太輕鬆了 我吃山魚麵貴的要留給你平常 因為松茸燉雞 不不我們交換吃 好一起吃 這個山魚給大家看一下 一百一十塊錢一碗的麵長成什麼樣子 其實我們平時在外面吃都八塊錢十塊錢 十幾塊錢二十塊錢的麵條舉多對吧? 一百多塊錢一碗的麵給你吃 你嘗嘗一下 是嗎? 小碗我們分都吃 你先吃一個來 抓緊時間吃不能讓它來脫 這裡面有干魷魚 松茸看了沒有? 這個應該是魷魚來 吃吧 嘗嘗 你想夾嗎? 沒事我給你夾 哎呀媽呀 咬一口 鮮 湯很鮮 湯 這種我覺得 很清淡 比較適合外人是清淡 但是它的麵條確實比較勁道 這就是松茸乾魷魚 太清淡了 我們吃麵條還是喜歡吃這種味道大一點的 這個是松茸麵四十八一份 我們來嚐嚐這個松茸麵味道 哇塞 幫我加一份勺子嘛 加個香酥鯨魚嘛 嚐嚐這個勺子來得來了是不? 來個松茸 上面就是松茸跟芹菜 這個湯頭比較好吧 這個 嗯 山魚麵 嗯 這點 嗯 我的香 你別急哈 哈哈 給你一百一碗的麵 給你留留點兒 嗯 香檳子上 山魚麵就更好吃了 有味道去哈 你看 有辣些 這個口味的適合我們一定 麻辣味 對 山魚麵更好吃一些 加了一份香酥鯨魚麵的勺子 哇好香哦 這次油炸的 炸脆了 挺好吃的哈 哇他這個鯨魚炸的相當的酥 看到沒有 好酥哦 他這個鯨魚連刺都可以吃 炸酥的 他這個確實好酥的 這個鯨魚一百塊錢 所以說它即將存在 肯定還是有它的道理是吧 是 小總 嗯 味道怎麼樣 好鮮哦 一百一十塊錢一碗啊 你這個大半碗嘛 至少要值八十塊錢 哦 你還覺得清淡的話 搞點山魚麵在裡面 麵條還是比較勁到這個 肯定很多朋友又會覺得就是 我們兩個又是這個沙拉哈 但是我覺得來的來了 再兩個要嘗試一下對吧 我們前幾天幾乎就是把我們住的周邊 不是很遠的地方 的這種平家麵是吃光了 今天就是吃的最貴的程度 不需止心嘛 總要見識一下對吧 你要多嘗人家的味道 從中得到啟發 開發出自己的這種 對不對 過段時間我們在重甯 去把那個全員麵整完了 吃了的啦 其實全員麵也做得了 嗯 嗯 稍微 嗯 嗯 牛肉牛筋 嗯 嗯 嗯 我覺得辣的味道你做得出來 肉 嗯 有不可以進來就是山芋麵加肥腸 這一碗麵吃起來也要50多塊錢 可能 都70塊錢一碗 生態功能 所以說既然存在肯定有它的道理 對吧 這個是鯨魚湯 對 哇就這麼酥 但是我覺得去年的話是十倍的 嗯不合適 骨頭 它這個山芋麵這個湯很輕 不是那個叫做混湯 沒有什麼 就說蔥啊 蒜啊 好像沒有這些 是不是說的 你看 有的來著了 都是開機車來的 是不是 火香 好 再給你加一碗 去碗麵 是嗎 不要了 回家喝一鍋頭麵 吃飽到飽了 確定吃飽了嗎 一共188 還可以開發票 吃得乾乾淨氣 兩碗麵188 但是它這個量還是比較豬 對 松茸麵最貴 一百億一碗 嗯 但是在我們吃的話呢 就是太清淡了 可能比較適合外地的朋友 對 不能吃辣的 湯頭比較好嘛 對吧 這是我們在成都吃的最貴的麵 沒得質疑 今天直接乾到了一百億一碗的麵 麵條確實還比較勁道 其實這個視頻出來過後 肯定又會引起很大的爭議 很多朋友會說為了必要來吃這個麵 但是我們中午在這吃飯期間 確確實實有很多開到車去的 而且它主導的是我看班的這個牌子 是成都麵管50強 這說明還是挺牛的 而且它門口比較方便停車 這是值得我們借錢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去下一家麵管 請解斷